我們這一組是冰雪奇緣 然後我們要介紹的是安海港 那在螢幕上大家可以看到這一支就是 我們設計出來的機箱物 然後也是我們文創商品的主要的一個圖像 那大家知道的是安海港最有 最具代表的就是貓 對 那接下來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覺得在安海港最美麗的角落 那左邊這一張圖呢 是在嘉嘉溪旅館旁邊的一棵九重格的樹 然後再加上嘉嘉溪旅館側面 他都有做一些彩繪的部分 那整個呈現上來就會非常的有特色 然後就會讓人家想在這邊拍照 就會覺得很文心很漂亮 那另外這一張圖呢是 左邊這張圖是那個正行街旁邊 就是有個很小很小的巷子裡面 然後我覺得他在那個小小巷子裡面 也有做一些裝飾之類的 然後我發現我們去的時候很多人都會對這些小小的東西拍照 然後上床打卡 而且上面旁邊就寫正行街 所以打卡的時候很明確就會讓人家發現正行街這個地方 那接下來就是另外一個我們覺得最美麗的角落 左邊這一張是我拍的 他這個位置也是非常的隱密 他是在捲尾加冰淇淋的一個非常狹窄的巷洞裡面 那個巷子可能只能容納一個人這樣子過去 然後在這個牆面上就有不知名的那個會者在這邊畫圖 然後就是為了反核在這邊提出反核的這個訴求 然後就會發現說他畫得非常的漂亮 然後這一幅畫的正對面就是小滿食堂的門口 對然後右手邊這個就是正行貓 就是每一家店都有屬於他們的正行貓 那每一隻貓都有他們自己的故事也有他們的特色 那另外這兩張圖呢都是正行咖啡館 那左下左下角這邊是正行咖啡館的正門口 然後可以看到是正行咖啡館除了裡面的裝潢之外外面是保有老屋的特色 你可以看到的是上頭有一個曾子 曾這個姓氏在安海港是以前的大家族的姓氏 所以還保留著那他只有就是稍微改變了一下內部的裝潢 就是設置吧台然後在櫃台前面還有販售一些文創商品 然後右上角這邊就是正行咖啡館內部的一些擺設 然後再更特別的是正行咖啡館內部呢 他除了這一邊的擺設之外另外一邊是紅磚牆 這些都是保留著的然後他的頂部 天花板的部分也是都保留著老屋的那個屋簷啊那個鬼啊之類的 然後還有天窗 所以待在裡面會非常非常的舒適感到舒適 然後這個標題我們也打錯了 因為我們剛剛做了最後的修正 然後這個字我可能沒有改掉 那這邊其實是我們要做的那個再創商機的部分 那這個就是假日的安海港 安海港在假日的時候會進行封街 也就是會沒有任在這邊逛街是不用擔心任何的車輛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就是在街上就是非常自由自在的行動 然後享受安海港正新街這個地方 然後在正新街呢 因為正新街就是安海港最主要的港道 然後所有的特色商店或者是所有的特色也都在這一條街上 那左上角 右 對左上角 最左上角這一間就是在最近非常聞名的小鮮肉奶茶 那據說呢這還有推出女孩版的 那明確切名字叫什麼我不太知道 應該是不會叫小鮮女 因為有一點難聽 我不知道就是因為我有一次經過說 我有看到他有女生的那個評審 但是實際的名字是什麼我就不知道了 那小鮮肉奶茶在這幾年是相當文明的 聽說老闆也是蠻有個性的 就是他是下午才開店 然後一賣完就結束了 他不會再進行供貨 然後在上面 右手邊的部分呢 就是非常知名的捐味加冰淇淋 那只要到那邊去 你會發現大家都在排隊買冰淇淋 那左下角就是我剛剛介紹的正新咖啡館 那正新咖啡館呢 裡面還有提供免費的WiFi 所以其實點一杯咖啡 或者是一份甜點 在那邊待上一個下午都會 非常的悠哉 然後非常的舒服 右手邊這個 這個就是正新咖啡館那個櫃台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就是 左手邊這邊就是讓他販售的文創商品 那右手邊就是他們的吧台 對 那另外這一間是我們去特別採訪的那個 The Shooting Farm 他是一間酒吧 那 我們去 因為他只有晚上才開 所以我們去採訪的時候是晚上 對 那 這一間 跟Shirting Farm他最跟其他酒吧最大不一樣 就是他有販售每一小杯一小杯一杯60塊的Shot 就是小杯的酒 然後他有非常多的種類 據老闆所說就是他那邊的酒都是在台灣比較少見 只有在他那邊才喝得到的 然後他還有 比較特色的賣法就是酒公格 然後就算不太會喝酒的人也沒有關係 因為他那邊也有五酒精飲料 然後也有低酒精的飲料 然後酒公格就是九種酒 然後他有分比較低酒精的 還有或者是你想要挑戰高酒精的 那可以兩到三個人一起去Share那酒杯 對沒有錯 然後我們在採訪這個老闆的時候 老闆還說其實在幾年前的時候 時尚玩家有來採訪這一邊 然後因為那一天浩角翔起的浩子 最會喝酒的浩子他沒有喝 是讓阿翔喝 結果阿翔喝完之後就喝到醉了 然後聽說一錄完就是一結束 一關攝影機之後他就倒了 對就是我們那天採訪的時候 覺得非常勁爆的那一幕 然後在二樓他還有設置那個 就是射標台 然後對然後就是只要投十塊錢就可以 就是在那邊玩射飛標 然後裡面酒你點酒的部分 他的那個會給你一些餅乾 鹹的小餅乾 而且那個餅乾是無限量供應的 對所以如果在晚上沒有去處的時候 然後來這邊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錯的一個選擇 然後這就是我們的吉祥物 那我們就請設計吉祥物的同學來為我們介紹一下 那這是我們的吉祥我們設計的吉祥物 然後我們是利用線條創造出這隻吉祥物 因為那個安海港的特色就是多邊 然後我們利用不同的線條來呈現多邊的感覺 對 對 然後這是港道地圖 因為就像我講的 其實安海港最主要就是正星街那一條街 所以其實地圖就是一條街而已 那我主要放置的地方就是其實是有一點不清楚 因為我是手繪的 所以 呃 對以後看能不能把它墊繪出來 但是最主要的就是循著這些貓腳印走的話 就可以走遍正星街比較有特色的店家 對 然後 好 這個就是我們文創商品的可以套用的花色 就是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吉祥物 或者是可以套用各式各樣的就是正星 呃 在安海港的特色正星貓 那這就是我們文創商品的範例圖 我們希望可以呈現是這樣的結果 但是實際商品的話 還是要以主要我們製作出來 呃 販售或通販為主 那我們就有保溫瓶 就水售瓶的部分 然後還有各式大小的漱口袋 或者是那種零錢包 然後還有反部包 好謝謝大家